我的天呐 你吃过这种 限定版彩虹糖吗 有人竟然在里面 发现了价值万元的彩虹钻石花 拎不拎的还能转动 真的太神奇了 我猜 彩虹糖竟然还有寻宝系列 里面还能出到 价值万元的五彩钻花 这种钻花 居然单单转动呢 上边上街的可都是宝石 好想拥有它呀 这种彩虹糖 都是不有一大堆嘛 走走走 那咱们赶紧去吧 彩虹糖 给你们搞回来了 你给我买了三种口味 有红色的圆粉味 还有粉色花花果味 这两个有紫色的狗梅味呢 不知道没什么口味 里能出出七彩黑暗花呢 那咱们先来拆这个经典款的吧 小鹿我小时候经常吃的 就是这个红色经典味 吃过的宝贝们 在弹幕上来播一夜 有吃了 放了出来 那就没了 一道里面竟然只有九颗糖果 除了糖果 我连太阳花的羊也没见到 看来咱们只能把红色经典味 全给拆掉了 没有 没有 好像是没有 那就只能自己全能拆掉 现在红色已经全部拆完了 我只获得了满满一碗彩虹糖 终于实现彩虹糖自由了 这只能还是熟悉的味道 先来让我来看看粉色里面有没有吧 这粉色带给你抽出来的彩虹糖 这不是马桶龙色的吧 先来开第一包 哇 好粉嫩的颜色啊 来尝一个 好香的花红味啊 再来一包 没有 一千包 还是没有 完了 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没有 这都已经抽了一半了 继续 到底这了 这都给我两包了 没有 最后一包 这个是 钻石花 不对 看我们这一种颜色啊 这怎么不是五彩的呀 你说的怎么是银色的花呀 这个花它也能转动哎 好像一个小天红色啊 虽然没有抽到五彩色 太挺好看的呀 现在咱们只是紫色彩虹糖了 咱们一人一半 开始来找到五彩花 一起来见证一下 小鹿我的手机 你一包 我一色 没有 看来我们又只能吃糖了 这个味道吃起来 还是素梅口味的 你爱爆 也没有 第三包 没有 现在我就只剩最后两包了 这次我肯定能抽到残花 第一包的人没有 第二包也没有 本质不太酿呀 我找到了呀 我没找到了 我才是今天的心理啊 这个不彩太阳花 也太酷酱了吧 后来人真的有五种 不通名副的暂时 这下没有暂时 我都熟过来了 咱们你们更喜欢哪个颜色啊 让人真的真的值几两块钱吧 不得了啦 有个老六 他发现了让魔方自动还原的好方法 只需要按照魔方现在的样子 把所有颜色填到手机上 然后手机上就会自动显示 魔方还原的步骤 你只需要跟着手机转 就能让魔方复原 这有这么神奇吗 不是啦 还有这种黑科技啊 只需要在手机上 填出上魔方颜色 手机就能自动帮我解开魔方 特意太神奇了吧 等一下 要是这是真的话 自己必须让他来整个小语了 快看 小语正在那儿解魔方呢 小语 小语 干嘛呀 我魔方解不开 给我咱呀 这么简单的魔方 你都解不开呀 根本是你来解 我来解 还分钟就给你解出来 不过我要是解出来啦 你就给我一百块钱 一百块就一百块 反正你也解不开 奥斯娜 视频通关软件 我已经下架好了 小语竟然说我解不开 哼 等着等着被打脸了 在解小语的这块魔方之前 咱们先来解一块 更简单一点的 以免把咱们的手机给难住 首先先选择二线魔方 然后咱们来给它填上 和魔方一模一样的颜色 好了 形色完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魔方解忆的结果吧 不过在看结果之前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先跟货货我一起来 做个小测试吧 据说很少有人 能用这个手势 同时点赞和关注 谁能做到 我就请他吃一个月的汉堡 把两根手指嚼起来 就不能同时点赞和关注 对不起啊 我要来试试 把手机倾斜一点 我点 诶 果然不行啊 这么乱吗 一龙可以做到吗 回归正题 老师们 现在我们要来解魔方了 正在分析当中 跟着手机魔方老师 一起来解决看吧 最后一步 哇 没想到 这么能解出来 这也太牛了吧 好过来 这是最简单版的 连方了 接下来 咱们来解 喜欢你的三件魔方 老师们 记得给贵哥 我点点 一本的达红心 那咱们开始上试吧 输入完成 开始解析 这么快答案都出来了 乐子一起来解一下吧 老师们 我真是解出来了 这款三件魔方 我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就搞定了 小语 快看 我解出来了 竟然真的被你解出来了 一百块钱给我 你已经了吧 这个三件魔方太简单了 竟然是你把这个四件魔方 给解开了 放心 三分钟帮你搞定 先说好了 这次我要是解开的话 你再给我一百块钱 我就不信你真的解开 还是一样 咱们快速的来输入颜色 我们到输入完毕 开始解析 答案已经出来了 开始解魔方 我又又又又又 又跳动的解就来了 以前的我可能解不开 但这一个我可是有作弊神器了 你怎么总共只花了两分钟啊 小语 小语 快 一百块钱拿来吧 你又解出来了 这才几分钟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 别废话 愿途服输 既然这样 我只能解出我的中级武器了 这个人我解了半年都没有解出来的 金字塔魔方 有本事你把它解出来 我就给你一千块钱 没问题 十分钟就把你解出来 这么高级小魔方 觉得我能解出来的小伙伴们 就给鬼鬼点点赞赞 输入魔方颜色 开始解析 这么快就解出来了 竟然比四件魔方解出来还快啊 这一次我解完了不到一分钟 不知道小语看到我解出的金字塔魔方 它会有什么表情呢 小语 小语 看 解出来了 不是我这么难得被你解出来了 我的天哪 你知道这种能预测未来的占卜糖吗 据说只要问它一个问题 然后含在嘴里五秒钟 糖就会变色 如果它变成了红色 就代表好运 变成了绿色 就代表倒霉 而橙色则表示未知 你敢来尝试一下吗 竟然它有这种占卜糖 它在嘴里五秒钟的变色 占卜的准确率达到了百分之八十啊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要不然咱们拿两个试一下 占卜一下自己的运势吧 把它弄出来 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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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们搞出来啦 这里面有好多包啊 它里面的糖果给倒出来 刺开 它的粉色是紫色 里面随意可能有红橙绿三种红色 顺利说 如果变成了红色呢 就是非常激励的意思 如果变成了橙色 那就是未知的意思 如果变成绿色 就算是变成绿色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帮大家测试一下 这个占卜糖 占卜的准不准吧 我先来问 占卜糖 我想问你 我的粉丝宝宝们 以后能用起爆红 它也变少 一叶宝宝 是你见妈妈 我回来看一下 好无色的啊 咱们的粉丝也太幸运了吧 小伙伴们 赶紧点点小星星 见个好运吧 下一个问题 让我来问吧 占卜糖 请问我的粉丝 在评论区许的愿望 都能实现吗 刺 紫色的像葡萄一样 身体愿 怎么样怎么样 差不多了 小伙伴们 看来带着 再评论区许的愿望 都能实现了 这位粉丝 赶紧去训论区许一下 你们今年最大的愿望吧 我今年年最大的愿望 不是希望我的粉丝 能超过一千万 赶不得赶不得 今天我能实现这个愿望吗 赶紧点点赞 是老师那颗色了吧 快想粉丝 不会再关注你了 赶紧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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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点赞紧点赞 如果我要是没写寒假作业的话 许许许许会被老师给发现吗 赶紧点赞 我感觉肯定是红色 赶紧点赞 这么久时都想都知道 肯定会被老师发现的 赶紧点赞紧点赞 请问开始的宅上测试 有能够及格吗 都可以 错 不是吧 我可否忍是会出席了 赶紧点赞紧点赞紧点赞买 我去小麦菇臭小麦菇臭大奖啊 拜託,一定要是紅色的啊 報告! 那我現在就去 诶,等一下,你忘了嗎? 咱們學友們的小麦菇已經倒閉了 那個是不是有點不準啊? 盤架好不容易拿回鴨水錢 結果就我媽全都收走了 占卜堂占卜堂,請問我的鴨水錢能回來嗎? 我的鴨水錢真的能不能回來嗎? 我媽打電話就忘了 誒,要把鴨水錢還給我 真的嗎? 我媽,你也太好了吧 小麦菇,我今年不能脫端無人了 那請問,小羽今年還是不是單身狗啊? 小伙伴們猜猜,小羽還會是單身狗嗎? 這,這怎麼是綠色吧? 看來小羽今年不能脫端啊 真的嗎? 我到底該不該像校嫂表白呢? 我已經暗留了很久了 小伙伴,那就是未知的意思 那我到底是不表白還是不表白呢? 那還是讓小夥伴們來決定吧 這財源和桃花源總得摘扬吧 站不動,站不動 你們說小路我今天能發財幫助嗎? 怎麼樣怎麼樣? 紅色,看來你們發財了耶 支付寶到賬一百萬 是不是太神奇了吧? 站不動,怕我離開了 站不動,請忘記這張視頻點贊的寶寶們 今天能不能身體健康,學習足為冷靜 好事滿根,好運連連,才運滿滿 紅色! 說了那麼,還不趕緊把站著憋起來 這桃也太神奇了吧 我以為可以嗎?想測試一下 我希望有一天電動力爆表的遊戲機 拜託,一定要是紅色 沒有! I'm so much longer